火药味十足的猛扎猛打的这种打法 也是少年老成 低嫂 中嫂 可以看出俄罗斯的穆尔塔扎利的 技术比较全面 对对自己的腿 这个腿法也是很自信的 连续的使出了多次的腿法 侧转 这是有一个正灯的动作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鼓声撞扬 延续驻国 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 574993200 头部要找一个比较好的摆脱 找好自己的体位 控制一下 找下角度 对对方提起一个低扫 对方站了起来 我们大乘武艺的综合格斗的规则下 是不允许足球踢的 三脚三点招地的时候 波士用使用踢阀 然后有一个严格的限制 对 这是为了保护选手而设定的比赛规则 下前 把对方 下了一个往后撤了一下 接腿 继续接腿 护法跟进 这个防暴栓应该是防住了 对方使用膝状 对对方使用膝状的同时 黄超也把自己的手拿了过来 防守住 互相之间的都使用一些 控制和摆脱 黄超抓住了对方 喜欢使用腿法的这个 气腿半边空啊 对 这个机会呢 能不能及时跟进 这就是摩尔塔扎利没有想到的 自己对自己的腿法很自信 没想到出腿的时候会被这个黄超抓到腿 然后进行一个下潜爆摔 他现在都不怎么赶出腿了 经过 犹豫 对 出过两次这种意外之后啊 发现自己出腿还是需要谨慎一下 转身腿啊 看着错失也不够自信 对方已经完全撤开了 他这个力已经收了回来 这个高扫好像动作有一点奇怪 做了个假动作 对方打着拳的组合 对 贴近之后一个中段的扫踢 黄超也是不停的使用换下 拳法有机会 不反没有能够及时跟进 这个前手拳也是结实的打到了脸上 但是前手拳的力量不如 对方潜入 对方的潜入被黄超给死死防住了 黄超对于对方的这个爆刷 也是防得非常的 对方的能够